1995年的这部日本成人动画《功俏机动队》 基本可以说是无法复制的传奇 它的画面和剧情 所以当于无视掉那些脉络场景 觉得机械元素的加入完全并不低俗 连知名鼎鼎的黑客帝国都要借鉴它 可这么牛的动画却只是在讲述一位全身机械的美女 那这位美女有何不同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故事背景在虚构的未来日本 那时候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所以我们现在常提到 人工AI智能机器人在这个年代已经成了普遍现象 连人类的肉体都能进行改造 一边加快板工的效率 网络成了这个时代的支柱 给所有人都带来了极大的便携性 也给那些想要犯罪的人带来了更多的选择 所以现在政府想要打击犯罪分子 只能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机构 公安九克有名工校机动队 这是指负责打击采用新型网络犯罪的组织 但其实九克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就是替所谓的上层 去做一些他们没法出手的脏活 而开头说到的美女就是这个故事的女主角 素子就是九克的对战 她之所以可以成为对战 是因为素子全身都经过严格的机械改造 跟外界寻常的普通改造不同 那些先进的科技几乎一股闹的 全部塞进了她的身体 最夸张的是她在还未出生的时候 就已经在母亲体内进行改造 如果不是有一种名为叫ghost的存在 素子早已陷入了自己到底是人类 还是机器人的无限循环 她拥有超越人类的体能 但并能力作战堪称无敌 而故事在介绍素子的第一次行动 并不是捕捉犯罪分子 而是公安六克参与了证捉博弈 于是隐藏在黑暗的素子从屋顶开始行动 以一人之力暗杀了对方手脑 从而结束了这场无聊的博弈 但很快 素子就有了一份更为艰巨的任务 一个顶级的黑客傀儡师 在最近侵入了日本系统 进行了证明的调查 却完全没有对方的任何身份线索 但是却得知了这个黑客 更侵入他人的电子脑 脑进行操作 将那人变成自己的傀儡 傀儡师的名号也是由此而来 没有人知道他的具体要做什么 所以九个部长便派素子开始加快调查这件事 他根据调查找到了一位清洁工 这个清洁工经常跟同事抱怨 自己老婆想要离婚 女儿还不理解自己 可是当素子找到这个清洁工才发现 这个人根本没有老婆和女儿 他的记忆早已被人窜开 而且背后的真凶 就是借助这个窜开的记忆 来让清洁工想要知道 老婆为何跟自己离婚的真相 而去入侵别人的ghost 可是在他的记忆中 他只是偷偷地想要调查老婆 在被抓捕的时候 他还对那个真凶非常感激 可是在真相被彻底揭开的时候 清洁工两眼放大 满脑子思考了持有一个问题 我是谁啊 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可以通过篡改记忆就能改变 经过机械异体化改造了人类 到底还是人类吗 而如果只是清洁工一个人不算什么 素子在调查的时候 还抓到了另一个被控制的傀儡 当看到这些人的记忆被篡改后 素子曾经想过的问题又浮现出来 自己的记忆是否真实的 他以前总会给自己安慰 面貌 声音 记忆 还有脑中的信息 自己都是由这些组成的 也是独一无二的 可是如果证明自己是我真实存在 到底是因为思想还是因为行为 这些有些高深莫测的自我反省 让素子沉浸在了自我的世界中而难逃其中 但幸好一切的怀疑和猜测 都有公司的来帮助自己 即便身体经过改造 但人类最关键的存在应该就是灵魂 人类和机器人的区分就在这里 可是糟糕的是 在不久后的一家和政府 有着密切联系的议题公司 却偷偷地告诉了酒客他们 公司有一句议题逃跑了 而很快这句议题就在外面发生车祸 而被送到酒客这边 素子在长亲眼看到工程师 发现这句议题具有ghost 而糟糕的是 他们可以很确定的 这就是一台机器人而不是开造人 他的ghost好像是由之前直录的数据 而进化得来的 这个事件让素子的自我怀疑更加严重 他认为真正的素子会不会早已死去 现在他就是一个虚拟人格 在素子还曾经在自我的世界中 酒客的基地就迎来了六颗的人兽 六颗的人想要对这具有灵魂的议题进行调查 很快就告知酒客的人 这就是傀儡师的杰作 他还自诩这都是他们的计划 不只是酒客在追踪傀儡师 他们自己也在调查 好不容易将傀儡师逼近了这具身体 现在他们决定要带走这具议题 而在六颗和酒客交谈的过程中 那具议题竟然死死地啃着他们 所有才算了六颗的谎言 他说自己不是人类 为了他的酒客是想申请避难 因为现在的他也算是一个生命体 这句话呢 在场的两个大佬都特别震惊 所以傀儡师还说出自己有个代号叫2501 还没有等傀儡师再多说什么 酒客基地就遭到偷袭 急急地将傀儡师议题给带走了 酒客的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部长不知道到底是谁这么大胆 结果素子已经武装完毕 然后报告部长是六颗的阴谋 因为在六颗的人手到来这里时 素子他们就觉得奇怪 然后通过科技重印 发现六颗竟然带着隐身的手下过来 这只能说明 关于傀儡师的消息 六颗比他们酒客知道的更多 所以素子现在决定要去回收傀儡师 不过九颗的部长却告诉素子 如果无法安全回收 一定要毁掉它 在这期间 九颗的灵手也调查出了2501 到底指的是什么 这是六颗的执怒 也是他们不敢暴露的信息 本来傀儡师只是简单的一个智能程序 目的是用来制造外交第一 但是这个程序在侵入他人的大脑的同时 由一件事逐渐增加 而最后诞生出了自我意识 不再是那冰冷的联工的智能数据 而当素子感到目的地后 他已经早已忘记了部长的要求 他无论如何都要找到傀儡师 不仅不毁掉 也不会带回九颗 因为他想要的答案就在傀儡师身上 一旦交给他们素子知道 自己将永远无法得到想要的答案 傀儡师只会沦为交易筹码 但是目标被一只乐光学 隐藏起来的战车给保护起来 这战车别说是军队了 普通战甲车都无法与之辟敌 可素子却认为自己可以 于是他几乎是抛弃了自身躯地 去跟战车博弈 他认为躯体没得再造就似的 他知晓所谓的躯体是否是自己的 根本没有意义 这场博弈特别精彩 素子几乎是用自身去吸引火力 而让战车小炮弹 最后采用了乐光学的名才掩护 接近了战车 可素子还是被战车锁定而被制服 一看素子即将面临死亡 则一伙伴巴特就及时赶过来救他 素子被救下来后 肢体也早已破碎不堪 但好在大脑还在 于是巴特新将素子和傀儡师进行连接 他也知道素子想要做什么 而傀儡师和素子的交谈 才是造就了这个故事 被称之为神作的真正原因 一个有思想有灵魂的人类 在后天变成了冰冷的战争机器 一个冰冷的智能机器在后天 变成了有思想有灵魂的人类 两个人的经历似乎就是相反极端的表现 傀儡师简单的对素子做了自我介绍 说自己可以轻松侵入他人的电子闹 后来就见产生了自我意识 而有趣的是 傀儡师产生了自我意识后 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就算是一个人类了 可是他对所谓的灯红酒绿花花事件 并无兴趣 反而对繁衍和死亡诞生了兴趣 他说自己虽然可以称为人类 但是却没有生命机能 世界物种为了生存 他们所选择最优生存方法 就是繁衍变化 落地的死亡灵魂的消散 却可以用繁衍来保留和继承 即便死亡也可以以另一种形式 而存活在世上 傀儡师来到九颗的真正后地 就是想要找到素子 想要和素子融合 但这个提议就让素子陷入了思考 因为两者之间的融合 只为让素子更加疑惑 自己到底还是不是自己 可是傀儡师就用一段话 打消了素子疑惑和迷茫 人类本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 如何保证自己的下一秒还是自己 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答案 每一秒的思考都是不同的自己 细胞形成代谢 你就不再是之前的自己了 素子一直更换议题 如何确保他就是自己呢 也对 与其纠结于这个问题 不如去尝试一下新的形式 巴特虽然不知道 傀儡师和素子交流了什么 但是他感觉素子的眼神有些不对 在准备期段两年交流的时候 他的身体突然不受控制起来 在这个时候 六克的人也已经赶来 他们接到消灭傀儡师的指令 但是因为瞄准系统一直无法锁定 在这个空档 傀儡师和素子进行了融合 巴特还用自己的机械一体手臂 替素子挡了一次攻击 当傀儡师和素子融合之后 瞄准系统也失去了干脑和发射 但最后素子并没有死去 因为巴特救下了他 这个时候的素子既不是傀儡师 也不是素子 但是却保留素子的全部记忆 六克的阴谋没有被公开 反正这件事也没有被闹大 人类还是继续在这个世界生存着 也几乎不会有人在乎自己是不是自己 更不会去纠结记忆是否真实 生活并不会随着科技发展 而变得不辛苦 但是重申后的素子 却充满自信地说了一句 那么接下去 我该去哪呢 网络无限宽广 故事结束 整部片《如果不再看讨》里面的哲学问题 即时再看剧情也非常的简易明白 可是真正的核心主线就是在讲我是谁 我从哪来 我要去哪 三个问题能指不动画升华到极致 1995年就有这样的划分 还有如此前卫的思想 也就是所谓的极节一体化 你不会学习改装一下脑子 变成电子脑直路就行 你就得手没有力气改造一下就行 你觉得你哪里不对 在这个未来时代都可以改造 但也并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因为后续就要维修和保养 这都是一笔巨大的费用 加上一体公司一定会产生垄断 并且改造后中秋 离不开边嘛 那么随时都有可能被木马侵害 我们现实生活生病就要去治 器官衰败就要去换 而这些改造如果被木马侵害 就如同生病一样 其实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这些剧情设定不就是现实中 我们在追求的未来吗 可是如果这个未来实现了 那么学习 还有没有意义啊 一股脑的塞进那些知识 能够AI取代的大部分劳动力 未来到底是繁华还是困境 这都是导演压经手想要提出的问题 原作本来并没有如此沉重 可是在加入了赛博朋克风格后 你能见到年红灯下的肮脏 混乱和所有的不堪 那些编码看似高级 却似乎在将人类推向一个深渊 人类这个定义在逐渐变得模糊 而这部动画的妙处就在于 你以为你看懂了 其实你还是处于懵懵懂懂的状态 而它的核心主题 很多人都会想到超体 同样是摆脱肉体禁锢 而超脱于世界之中 两部片子都对生命的寓意 进行了深刻的探讨 被复为生命的自己 到底要做什么呢 我正视频前的各位 对影片的世界 有没有充满幻想 但大多数人应该 其实都能就是憧憬之般的生活 因为就拿现在的我们来说 小时候我们讨厌的人 所长大后 我们又成为了自己讨厌的人 那么我们到底 还是自己吗 我不知道 人类的定义到底是如何 我也不敢随便开口表达 但我认为 与其是用灵魂来定义的人类 倒不如是用心来定义 这个心直的事 在我们纠结自己是否为人 是否是真实的时候 我们就是人类 因为我想这个世界上 应该不会有比人类 更无聊 更复杂的物种了吧 最后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到底是叫 功效机动队 还是功可机动队呢 虽然我前面读了俏 但对于躯体的描述 我认为还是壳字 会比较合适吧 你认为呢 我是少年 一位迷的又可爱的九星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评论 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